2024年就要到了不少人想看101的煙火 到時候信義區人潮聚集 像這一間超商呢到時候會拆大門 而且增加十倍的人力來應戰 而各家超商業者也趁跨年這個時候推出了優惠 這一波跨年商機四大超商都主打飲品 像是7-11農村美食買7送7 黑糖真奶買4送3 全家的顧客使用app 優惠券 美食跟單品拿鐵買1送1 而OK超商的莊園 金美食或拿鐵 同品項買2送1 信義區有沒有覺得特別起 有啊 有啊 所以不敢來 對啊 應該是有需求才會想要 如果跨年聚會想來點雜物 素食業者也推了優惠 像是麥當勞 大薯雞塊薯餅 可樂都買1送1 漢堡王的安格斯牛堡系列買1送1 拿破裏的8塊炸機桶 也限時買1送1等於2桶只要399元 不過除了吃吃喝喝 許多人吃到外地跨年 都會下訂飯店旅宿 像是台北信義區 各大飯店訂房率普遍都有9成以上 而以各縣市來說 台北87.3% 台中83.6% 還有南投 雲林 台東 桃園 都有超過8成的旅宿訂房率 令台北的住宿要提早不然真的搶不到 有專家的分析 跨年的旅遊型態偏向都會型 因為有煙火跟跨年晚會 但訂房率介於8到9成 對於三天廉價來說其實並不高 可能跟學校期末考家庭減少過夜旅遊有關 另外Airbnb也發布了旅遊趨時預測 台灣熔登國際旅客熱搜的關鍵字 年增率僅次日本是全球第二 顯示觀光人潮逐漸升溫 民眾都把握時間出遊放鬆 TVBS新聞李正恩 黃凱晉 台北上報導